星期二,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他任内的最后一次演讲, 这个亦可能是他作为总统在世界舞台上的最后一次演讲, 为他长达数十年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演讲的开始,拜登提到了他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所见证的令人触目的历史剧片, 并表示情况会变得更好,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很多人看到当今世界的困难并且以绝望的态度作出反应, 但我没有,我也不会这样。 联合国大会第79届会议在9月中心拉开序幕, 星期二将开始进行世界关注的年度一般性辩文, 齐聚纽约的全球193个成员国领导人将轮流进行演讲。 前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会在星期二发表经济政策演讲, 其中将介绍一系列激励措施,包括提供联邦土地, 鼓励外国公司在他在11月5日大选中获胜之后献黄美国。 一名高级顾问称,预计特朗普还将会在演讲中表示, 他将亲自与外国公司接触, 推动他们将业务转移到美国。 特朗普说,拒绝这个提议的公司将会受到关税的打击, 特朗普将会在乔治亚州沙凡纳介绍他的最新经济政策, 乔治亚州是重要的战场州, 而沙凡纳拥有美国最繁忙的集装商运港后之一, 通过对朋友和敌人征收高额关税来保护和创造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 已经成为了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中心主题, 尤其是在同民主党候选人副总统何錦麗的竞争的最后几个月里面。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副总统何錦麗在亚裔选民中的支持率明显高于前总统特朗普, AIP进行的民调显示, 66%的亚裔选民计划在今年11月的大选中支持何錦麗, 这个较拜登总统还在竞选时大幅提升, 而18%的人表示他们将投票给特朗普, 拜登一直在失去亚裔选民的支持, 在何錦麗参选前, 46%的亚裔选民表示他们会支持拜登, 2020年他们的支持率只有54%, 当时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亚裔选民表示他们会投票给特朗普, 专家表示, 何錦麗不单重新获得拜登失去的选民支持, 还开拓了新的将位。 纽约周日前报告了近10年来的第一例东方马鲁炎病例, 患者已经死亡, 就像霍楚正期一发布全州公共卫生警报提升全州的范围灭蚊行动, 并提升民众来遁守防蚊虫钉咬的指导, 防范EEE抗散。 据悉, 阿尔斯特苑的一名男子在9月20日确诊EEE后死亡, 霍楚说, 在该病例被发现之后, 包括卫生厅、环境保护厅和公园厅在内的多州政府机构都被激活, 以扩大在露营地和公园等地方使用驱蚊劑的范围。 阿尔斯特苑, 你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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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ое 你很把痊跭不停 Draw,